大众的车子养活了多少国内的修理厂啊 同价位这俩车肯定会选大众探月的人会多一些 当你真正开过别克安库一的 绝对不会再去选大众探月 有人说每系车油耗高 故障率也高 那我问你 大众车的油耗就很低吗 它的发动机故障率就低吗 供举数大了 由于油气分离器设计原因导致 不一样会出现发动机骚和漏的问题吗 有人说那是以前的发动机 现在第三代第四代不会出现了 我告诉你一样 只是减轻了而已 大概会出现在十多万公里以后 还有就是它的七档的四式双离和变速箱 故障率不高吗 大众的车子养活了多少国内的修理厂啊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至欺欺人啊 反过来如今的美系车不仅车人安全更好 它不通过碾料 包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油料都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国人选车不像以前了 光看外观和内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重视这个车身安全这一块 美系车这一块做的就是比大动车更好 大动车通过碾料 碾片也比较厉害 而别克昂科威使用的是和凯迪拉克XT5XT6 一款发动机变速箱 代号MSY2.0T发动机 扭矩350马力237的马力 并且入门就是高功率 不会像大动摊月分为低高功率 而别克昂科威匹配的通用9AT变速箱 而这款变速箱 升档降档是可以的 质量也是可以的 总比大动的梢离合好很多 两款车无论是市区带步还是跑高如常毒 隔音静音NVS开照风照 都是昂科威要比探月好太多了 并且大家都知道大众车的底盘稳 但是美系车的底盘昂科威要更稳 更是超越了大众车了 你开探月就是遮风当雨呆步而已 你开昂科威有一种豪华感在里面 并且匹配了18分轻吻系统 这个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虽然用的很舒适 起步更加轻快 比如说安静机油了 但是一旦出问题也是很道心 但是通用的48分轻吻系统 它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俩车的无论是怎么去对比 别克和安静都要好于大众探月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